美科尔的机器会议 这是美科尔的机器会议 所以下个月的七国公共会议 现在能不能开得成 所以开得成就是 请大家都到美国来 看川普总统还能不能 宣说美科尔改变主义 我是希望美科尔能够改变主义 还是要来参加这个会 西方国家只有联合在一起 大家的利益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 但是川普总统需要放下身段 即算是不能在一起开会 那么在视频会议中间 七方是不是不要打高枪 而是有一些实际的行动 能够一起联手对付中国 否则的话 光是靠美国去围堵 中国是围堵不起来的 虽然美国有足够的力量 在某一些项目方面 给予中共成正的打击 但是整体围堵的力量 很难形成 今天还要讲的是 讲的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话题 讲的是 美国制裁中共的官员 大家特别关心 制裁哪些人 制裁哪些人 陈凡安生会不会被制裁 不是陈凡 林郑会不会被制裁 香港特局政府哪些人 会被制裁 北京哪些人会制裁 新疆哪些人会制裁 但是从昨天川普总统所讲的情况来看 他那个范围是很窄的 讲的是为港版国安法理法的官员 这样的话 全国人大就是理法的这个机构 这个栗战书 他是全国人大委员长 他是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的第一副委员长 政治局委员王晨 他是做了人大的报告 他是具体执行很多的党决策的人 那你这两个官员 你要不要制裁 但是根据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看 制裁的官员主要是三位 主要是三位 第一位呢 大家不了解 虽然他是个正部级官员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名气不那么大 他原来好像是中国中华大学读过书 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 后来叫法制办 国务院法制局当时在中南海工作过 那么我还专门去照顾他们 所以我还特别去了中南海 后来法制局改成叫法制办 现在合并到司法部 司法部的党组书记 袁树红 还是袁红树 我老是有时候把他的两个名字搞错 抱歉 那么法制办的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主任 不那么知名的人 叫沈春耀 他就是在法制办工作 但是后来 由于中央有一个布局 就是要从中置机关和国家机关提派十名年轻的人 当时是六年号的人 还是六年号五年号吧 比较年轻 那很多年以前了 大概十多年以前了 那提派他们干什么呢 成为全国人大成委会机关里面的培养对象 因为他们有专业 让这些人增加全国人大的 这么一个年轻的新鲜力量 而且很快把他们提罢为局级干部 原来是去级就给你一个副局级 原来是副局级就给你一个正局级 原来是正局级就给你一个副部级 这个沈春耀就是这样 因为他的法律背景 因为他又年轻 就被当时提罢为了十位到全国人大工作的人之一 所以后来慢慢就提升成为了全国人大法治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主任正部级 应该是中央候补委员吧 如果按照他正部级的安排立法 但是到全国人大 大家都知道 没有真正的失权 立法权在中国根本就不算什么 不像美国的国会议员 权力打得很 别人都叛逆国会议员 因为你可以掌控的预算 很多人怕你到时候投反对票 让我们部门的预算拿不到 比如移民局 就相当的怕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出发性 移民局很快就会帮你处理 我记得当时有一次我要离开美国 结果我的政情到齐了 要延期 哎呀 时间来不及了 放到移民局 我老是吧 我就把证据放到移民局了 移民局当时候去批 批了半天也没有时间下来 但是我要去之啊 没办法 因为我刚刚来美国嘛 我要离开美国 然后找了一个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跟移民局 我都忘了是写了一封信了 打一声招呼 几天之内我就收到证据了 所以这个国会议员在美国权力真的是很大 尤其你有什么问题去找你当地的国会议员 他一般都会帮助你 因为你有可能有选票 即使你没有选票 你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选票 对不对 所以找国会议员帮忙 有时候是解决你某一些特别困难的很好的方式 所以听说制裁名单里面其中有一位 就是孙宣耀 他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主任委员 这个制裁给大家感觉到 他是哪里是真正的决策者啊 真正的决策者是习近平啊 是栗战书啊 至少也是王晨这个级别啊 所以美国的制裁啊 反而暴露出来了 他们的力量太弱了 当然另外两个被制裁的人 一个是夏宝隆 一个是陆卫宁 这两个人退休了 然后再拿到一线来 所以这两个人的干劲非常足 这两个人本来就相当的僵化 相当的保守 是一个纯粹的党务干部 夏宝隆在浙江的所作所为 令很多人不齿 陆卫宁在山西的时候 很多人说这个人 哎呀就是来混这么一个职位 最后面就退休 所以不以余力地执行中央的指令 要安全顾管拉倒 没想到突然来到政治上第二圈 这样在政治上第二圈 习近平把夏宝隆和陆卫宁找了 一方面的原因 就是这两个人跟港澳系统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 有些事情你就不会受着原来的关系的影响 直接处理事情 另一方面呢 你是政治上第二圈 所以你干净更加 更加足 你的干净更加足 所以习近平要夏宝隆和陆卫宁 来插手港澳事务 是一个用了新的安排 但是这两个人一上来 称当打手 就被枪口撞伤了 幸亏陆卫宁的小孩 不在美国读书 陆卫宁的小孩不在美国读书 曾经到纽约来过 但是最终没有现在美国读书 要是在美国读书 现在就惨了 我这样一想 习近平是不是查过这两个人的背景了 这两个人 以后被美国制裁 他们加烈 在美国没什么关系 是不是这样的 你制裁就制裁了 反正当官也不一定要去美国 陆卫宁和夏宝龙可能到美国都来过了 以到他们的级别 也就是阻眼光滑 如此而已 他们绝对也爽了一把 到美国一把 没有来过也无所谓 对于他们来讲 你以为每个中国人都一定要到美国来吧 所以 美国制裁的力度 是远远不够的 光是从立法的角度 支持这三个人 那他不够了 起不到威胁的作用 起不到威胁的作用 名单其实可以更长一点 级别可以更高一点 是不是 今天还有消息传来 说美国准备把香港的资产秘密的赔卖 其中是他们那些房子 你别看房子 资金很贵啊 随机都好像有一百多亿啊 港币啊 十二三亿美金啊 这个外交系统买房子很有意思 我曾经听一些朋友讲过 当时候是租房子 租房子 但是后来说 租房子太不合算了 价钱太贵了 尽量在当地买房子 时间一长肯定涨 其中有意思的是 中共的一些外国的机构 驻外国的机构 包括驻纽约的机构 以下那个中国驻联合国的机构 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 当时候前几生当我 副总理 外长 我还去过中国联合国的办公室 因为他开记者会啊 开招待会啊 来讲当时候 中共的立场 我们作为媒体人 那个时候屁定屁定的 要跟着从这里开会那里开会 不像现在 现在的记者都是在自己家里写稿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跑现场 跑现场 从这个跑现场的情况来看 这个是 就是这个 当时候那个房地产他们就说 哎呀这个发财了 多少钱买的 现在简直前途都不得了 结果一个房地产商 来找了我们 需要高价帮我们买下 然后换下一些在东河的房子 在东河的房子 所以联合国 中国联合国的总部 中国驻联合国的 代表区 就是这样把原来的地方 换掉了 挣了一笔钱 然后再拿了这个钱来买更多 好的房子 而且还接近联合国的总部 就是中国联合国的代表团 接近联合国的总部 我不知道 美国国务院 是什么时候 买的香港的房地产 也许以前 三千万 两千万买下来 五千万买下来 现在一百亿了 当然不会那么少了 可能以前是三十亿 或者是五十亿 现在一百亿 我的天哪 有人说这是美国 撤离香港的一个信号 但是也有可能是资产进行重新的配置 也许可能未来是真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是有可能的 川普总统昨天宣布认定香港是一国一制 不再是一国两制 对吧 那么这个认定呢 虽然是比较抽象 比较原则性的 但是很多的具体政策也会随之而来 随之而来 当然怎么来 何时来 现在大家都没有谱 但是之所以 采取原则性的措施 是因为美国在香港 有太多的利益了 利益一多 就是不能听那一句 讲得那么清楚 讲得那么清楚的话 美国自己马上就利益受到上海 所以我在大前天讲了 川普总统对华的制裁政策 很有可能是分步骤进行 或者比较原则性 而不是那么的具体 而且有一些政策 它就不断地调整 你看昨天所宣布出来的 随之美国白宫的新闻办公室 很快公布出来 对留学生的制裁 就不是把已经在美国留学的学生给赶走 而是说 你这些院校的学生 军事院校和另外一些非军事院校 但是跟军方有关系的学校 你不能到美国来了 就是取消你的签证 或者不给你的签证 这一点呢 我在前天大前天也讲了 但是当时我们还得到消息是 已经在美国得要赶走 而且实际的人有三千人左右 也有人说五千 但是昨天的政策没有赶走 哎呀 我心里面就为一些中国的同学生了一口气 因为有一些中国同学 他并不是来偷情报的 他并不是偷技术的 他就是来留学的 但是在中美这种紧张的 对立的状况之下 他们成为了牺牲品 他们无辜 但是要怎么办法呢 但是昨天的消息似乎显示出来 已经在美国的 不会把你取消 只是你还没有来到美国的 要取消你的签证 或者是不给你签证 那昨天 大家知道 整个股市 对川普总统的讲话 是给予比较乐观的反应 比较乐观的反应 但是这个弹性的空间 会不会像时间到那样 什么话咱也没有说 就认为川普总统什么话都没有说 就等于没什么用 对中国没什么用 从整体来讲 目前看来确实是这样 有一些人总是寄希望于美国 来改变中国 我认为美国有没有力量改变一些呢 有力量 但是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不是那么严厉 不是那么严厉 还有一个话题 昨天的六度 都进行了 进行了这个 我认为 有点 有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